找了那家專修公司跑了 那你進場是不是想著去派出所報案 說他們詐騙 你覺得能順利立案不 我跟你講 根本不可能成 為啥呢 只要這專修公司給你弄了張設計圖 放了幾根水管 穿了幾根電線 那就算給你提供服務了 頂多算沒服務到位 這壓根算不上詐騙你的錢 這就是個民事糾紛 以後你去不過 心裡行私 那我要起訴他們 咱們這麼多小器業主 專修公司欠咱們錢 我就不信贏不了 可事實是 你還真贏不了 因為前面都說了 這是民事糾紛 定不了詐騙的 就算退一萬步講 你能立案 官司也打贏了 到執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公司的法員可能是殘職員 或者無保護 根本不是實質管事的人 名下也沒啥能執行的財產 他自己活著的困難 哪有錢給你啊 所以說專修公司跑了 你只能自己受著 唯一能避免這種情況的辦法就是 找一家像我們這樣子 能先裝修後付款的 錢在你手裡捏著 你想想專修公司還能跑嗎 他們敢跑嗎 再跟你說說幾家專修公司 大概要跑路的自降 第一 用活動賦用你提前交錢 比如說 你今天馬上簽單 就送你幾萬塊錢的家機家電 你交的錢越多 送的越多 還有當天交多少能抵多少 你看到的是他們的活動 他們盯上的是你兜你的錢 第二 用低得離譜的價格吸引業主交錢 比如別家專修公司報價15萬 他敢給你報10萬 你想想啊 當地的員工材料成本都差不多 他憑什麼說10萬就能給你裝好 第三 拖欠施工員工資 拖欠材料上的材料款 大家選專修公司的時候 可以從側面打聽打聽這家公司 這一點我能特別自豪地說 估計9年我們公司沒有給師傅簽過工資 我們也是整個珠海市場 結賬最快的裝修公司之一 今天收到錢 明天就打給工業師傅和材料商 像那種老是拖欠工資和材料款的公司 名聲一般都不好 大家一打聽就能知道